文放少年 《大陸公關》 《大陸公關》 有否倒數戲 我看不到時間 這裡 因為我看不到時間 一邊講的時候 好 開始再出街 好 大家好 那又是這個無語錄和 long hair on hair 的時間 為什麼會延遲呢 就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有一個辯論 在D100那裡舉行了 剛剛我都看完了 所以遲了 不好意思 大家不要以為我是講那個辯論 我稍後再講 我想講的是 其實當我們講 立法會是不是應該延任一年 我們說延期一年是不對的 延任一年是不對的 應不應該杯葛的時候 其實這個世界在你腳底下的那條河 繼續在流 你在那條橋那裡 那些傻水在流 其實現在每一天 這個特區政府都是在做他們的事 是令到香港人的生活更加艱難 我們的權利更加少 林鄭這個毒蛾 我今天出來講了那些紅塗大計 會做全民的自願檢疫 然後又講健康碼這些 其實講來講去就很簡單 我也講過很多次了 專家都已經說了 這個現在才去做這個所謂全民自願檢疫 是不是遲了呢 或者你覺得資源不夠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去改善那些高危族群 高危族群裡面的這個測檢和追蹤呢 現在很簡單的 這個高危族群裡面的測檢都還沒有做完 而且也都不是很踴躍 這樣做的時候 全民的五百多萬的人去做 在九月做呢 其實老實講是一個政治動員的戲 是不是 如果林鄭我做這個事情 是一個政治show多過 在這個醫學防疫上面 是取得到這個事半功倍之後 她要事半功倍 就因為要迎合大陸的復工復產 要自己表現自己是盡力去跟著共產黨的指揮棒 是令到香港能夠早日脫離那個所謂的疫情 是恢復那個和大陸的來往 大家都說了 用健康碼這個方法去做一個解分 這些事情 其實大家要明白 這個林鄭月娥就殺有戒事 就說我放假放短一點 回來整個行政會議 也是趁著這個空檔 就是叫了這個立法會的主席 大口九梁君彥 召開一個特別的來會會議 去處理一些事情 很簡單 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來會裡面 現在還未離任的立法會員說什麼呢 應該做什麼呢 這個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也是突顯了在這個立法會這個機構 這個物體裡面 有沒有反對的聲音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香港人都很關心這些東西 我們昨天都說過就是說 這個防疫抗疫基金 說明不會理會失業的人 也都說明不會再做那個 原本已經是穩困的撐企業保就業 去阻止那些人失業了 那這個問題誰出聲呢 怎樣做呢 這個我覺得是大家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議會底下 民間的聲音怎麼能夠彰顯 民間的聲音在彰顯之餘 能不能夠在這個議會外面 有更加多人出來關注這件事 議會作為一個平台 能不能夠成為香港人的一個發聲的平台之外 都變成了一個鼓動和宣傳的平台 令到這個香港人能夠是會出來抗爭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事 當然在未來大家說這個去留之間 大家會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轉頭說的是什麼呢 除了是這個林鄭月娥出來做場大戲 農民雙財解決這個大陸的過剩產能的問題 就是說那些防疫檢測的材料、設備、人員 那些的產能過剩之外 其實在平常我們每一天 就是我經常說 你腳下 在橋底腳下那些水繼續過的 今天就有一宗 大家我相信 都會可能看新聞都會看到的 就是有一位在7月1號駕駛一個電單車 那個電單車插著了一面旗子 寫著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香港人 唐英傑先生 他當日被拘捕之後 被打傷打得很傷 接著就是被檢控兩條罪 他非常之快 就是一個就是分裂國家 就是分裂國家罪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第二就是恐怖主義的罪 這條罪當然是國安法的罪 國安法的罪很大 所以他抓了之後 給不給保釋呢 就成為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黎智英等等 周庭和其他人都是因為涉嫌 有很多是涉嫌這個勾結外國勢力罪 是被拘捕的 但是沒有檢控 所以警察就說我沒有檢控你 之前被他用這個所謂警察罪 就是警方擔保 就是抓了之後還沒有告 所以他就保釋了出案 跟唐先生不跟唐先生就立刻去告 為什麼他立刻告呢 其實那個案情就非常清楚的 就是你看看下去就知道 將國安法用到唐英傑先生那裡 根本就是一個濫告 不是一個合適的 很簡單 那個電單車裡面插了兩支旗 又怎麼會是分裂國家的呢 是否當日有很多人都有舉過這個旗次 亦都被警方舉過旗 亦都有很多人因為這樣被捕的 那他們怎樣呢 他們不是好像唐先生那樣的 就是打完一身之後 還要立刻檢控的 所以他們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要還押在監房那裡看管的 第二個就是恐怖主義的問題 阿哥 你看過片都知道 怎麼恐怖主義呢 他的電單車是一個電單車來的 電單車收不徹制 或者你說他老莽駕駛 導致他人身體受損害是有的 那你告這條罪的時候 又何須要說用這個國安法裡面的恐怖主義的罪行呢 那他是不是無差別去襲擊所有的人呢 是不是 不是的 只不過駕駛電單車 在腦袋裡開快了 給警察折 一折的時候 他就掉了在地上 那他當場都已經被人用恐怖主義的方法打到 他一身都傷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件案有第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沒有國安法呢 唐先生做的事情 是不會像現在這樣 第一 他不會因為說有兩面 有自據之後呢 是會被檢控這個所謂分裂國家的罪 第二就是說 如果他香港是沒有那個國安法裡面的恐怖主義罪行呢 那他的電單車只不過就是一間 可能是魯莽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傷害而已 所以其實大家都要明白 如果有了國安法之後 你做同一樣的事情 你在國安法之前 可能是會被拘捕 但是檢控的罪名是不同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國安法的時候 真的很恐怖 現在的問題就是 唐先生覺得不是的 第一 第一 你可能是檢控了 就是濫控一些罪名 第二 就是我因為這樣 不能保釋 是不合適的 是不是 所以他就去 申請這個 人身保護令 這個人身保護令 是今天審了的 那法官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不用啊 是不是 因為可以根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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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釋覆核 上去這個高等法院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人身保護令 因為那個規定就是 你是 這個 這個 無… 就是 這個 無… 無理這樣 非法這樣被拘留 才會用的 現在那個法官的意見就是 他告你國安法 那我 是有個 檢控的 因由的 那所以 你 跌不下去 就是那個 這個 非法 無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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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但是那個法官說 好 我今天審不了 因為我覺得你離錯了法庭 你的法律的 那個 那個 對象 你訴訟的對象 或者你 用那個法律的程序是錯了 那下個星期審了 那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 第一 最恐怖的 觀念 就 雖然那個法官說 其實 用這個人身保護令 未必合適 那其實我覺得是 可以斟酌的 因為 這個 就是 唐先生被人濫捕 濫捕 濫捕這個 國安法 其實都是一個 值得爭議的問題 不過 這個控方在那裡說 就是說 他不保釋的時候 其實他說了一個觀點就是說 哦 因為他是被告國安 就是被 警方是 用這個 這個 這個 國安法檢控的 所以呢 法庭應該先看了 這個 國安法第42條先 說法第42條 是寫什麼呢 他最後那段 寫了這樣的 就是 對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除非 除非 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 其不會繼續實施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 不得准予保釋 我真的不太懂這條例 如果你讀下去的時候 可能就是 有一個人 以前是曾經 被定罪過 曾經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否則他怎麼會繼續呢 你抓了一個人 是一個嫌疑來的 你 法官要確訊 他不會再繼續做 第一個就是他先做了 法官都未審 又怎能夠知道他 以前曾經做過 這個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是觸犯了罪行 觸犯了罪名 而有罪行 所以其實這條這樣寫法的時候 其實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令到那個人的保釋權力 差不多沒有了 法官怎麼確訊呢 是吧 所以當這個 控方這樣說的時候 他有一個根據的就是 你香港是原來有條例的 因為這個 法官就說 其實你們打官司是錯了的 因為這個法庭 其實可以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九支條 是要處理的 是不是 如果法庭有實質理由 相信被告 不按照法庭的指定歸押 在保釋期間犯罪 或干擾證人或破壞 或妨礙或公正 無需批准被告保釋 這個就跟國安法那裡 是兩話子的事 看起來就好像是一樣 因為 國安法第四十二條 似乎就是說 一告你的時候 法庭應該順立 沒有告錯你的 所以 法官就要考慮 你會不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 我自己也想了一件事 一個人以前曾經危害國家安全被定罪 那就是 沒有 楊先生不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觀點是令到大家 非常之震驚的 因為 在這個 國安法的第六十二條 應該是 這個 就是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 與本法 不一致的 適用本法規定 就是說 大了 就是國安法大了 那就是自然 這個 控方 那個說法就是 喂 法官 你是不是傻了 現在是新時代 有了國安法第四十二條 和第六十二條的時候 你還管以前的事情做什麼 是不是 那麼法官的意見有一點相反的 就是說 看了這個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九支條先 由那個 裁判官或者 這個 高院的 法官去看一下先 看了那個條先 然後才考慮這個 第四十二條 調轉了 在控方的說法 我今天 我這麼辛苦才 撿到一條好丑 這麼辛苦才 人大幫我們 人大常委幫我們 整了一條惡法 那你又不是先 差不多一個意思就是 去教法官 怎麼做 中間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 《國安法》第四條 就說 第四條是說什麼 就是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 他維護國家安全 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 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 居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適用於香港有關規定的享有 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在內的權利的自由 在內的權利的和自由 在內的權利的和自由 其實他說要請 很簡單 在沒有《國安法》之前 唐先生會不會得到這樣的對待呢 很明顯不會 其實將來大家的官司都是 第一個說法就是說 警方可不可以將一個很普通的罪行 是因為那個人 犯案的時候 穿一件T恤是怎樣 或者他坐的一輛車 有沒有一些旗幟 或者他自己拿著一本什麼書 或者有沒有拿著一本 一搭傳單 那就去另眼相看 就是說他做的行為 是會違反《國安法》的 就是那個所謂分裂國家 第二 如果他沒有分裂國家這件事的時候 一件交通案 就怎麼會變成恐怖主義呢 如果說唐先生的恐怖主義 我想問 白衣人和警察 行下一氣 串通一齊 在元朗實行白色恐怖 是不是 無差別襲擊任何人 總不知看不順眼就要襲擊 其實那天都沒有問你 你是不是黃絲 沒有的 是驚嚇 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白衣人得到黑警的 這個麥海灰色力量 白溝黑 不順眼可以打 是不是 如果你 我覺得你坐車回來的 都大部份 你應該示威回來又可以打 看多兩眼都可以打 叫人不要打又可以打 這個還不是恐怖主義嗎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在大家看這個 國安法作惡的時候 是要看到 其實現在 是逐步逐步顯示到 這個 國安法那個 任威和恐怖性 是不是 很多人說 喂 國安法沒事的 是不是 只不過對付一小撮人 錯 國安法一有看到的時候 他就會被濫用 他就有機會 會被那些 是根據國安法 得到權力的人去濫用 舉個例子 又有的了 當然這個 大家可能覺得他不適合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在八年前 在這個時候 學民思潮就是黃之鋒 剛剛 就出來 做一個中學生的時候 就反對這個 所謂國民教育 搞到這個 滿城風雨 這個 最後就 因為大量的人 連續 幾天 在這個 當時稱為這個 公民廣場的 這個 政府 總部的前地 是連續 露宿示威 是 共產黨撤回了這個 所謂國民教育 很簡單 現在 香港還有一個叫通識教育 當日 那些人就覺得 以為你有通識教育 開了竅 不如 開了竅之後 要倒一些紅毛荔石 再塞一個洞 所以有愛國教育 意思就是 你想事情 你想事情 是可以的 我教你想事情 不過如果你想事情 的時候 是想多了 我會幫你搞定它 如果開了竅 開了竅 我會倒一桶 紅毛荔石 就叫做愛國教育 去塞住它 這個 其實就很簡單 有一個故事講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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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就說 喂 你有戀愛自由的 你喜歡選誰做老婆也可以的 不過問題 如果我都喜歡 就最好 如果我喜歡的 女生做你老婆 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見 就是這樣 就是家長制 也是家長制裏面的 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今天在這個 有一幫年輕人出來開了幾個招待會 是不是 就說 這個教育局 在去年 這個 出版通識教科書志願審機制裏面 他就說要提供專業意見 以優化教科書內容 說說好聽 優化 怎麼優化呢 原來呢 他們就不停地去 向那些 教科書去做這個政治審查 修改和刪除大量的教育 很簡單 上了頭條的就是說 如果公民抗命 和這個 這個概念就沒有了 是不是 就是不會教得了 還有呢 關於這個普選的問題 又不教得了 那你說這個很清楚 因為 違法達以公民抗命 那現在已經是被 共產黨列為一個禁忌來的 是不是 普選 普選 又是禁忌 其實不是的 在能源科技 和環境裏面 又是會 刪的 刪的就是我們全部都知道的 大家覺得不覺得現在空氣好了 大家覺得不覺得好了 現在大家 吃煙都覺得 咦 為什麼吃了煙之後 沒有咳得那麼厲害 不是你吃少了煙 是因為吸少了廢氣 不單止 因為沒有飛機 沒有經濟停頓 是令到空氣好了 而是大陸都不開工 大陸不開工的時候 不會因為風向吹下來 那你就打麻煩 打麻煩都不會咳咳 現在問題就是 這個科技 能源科技和環境裏面 都是刪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 因為 一帶一路引起的社會問題 這個 中國空氣的污染問題 現在當不發生 刪了你 眼不見為乾淨 沒有眼視乾淨 也都有在這個 在現代中國 也都有講這個 民工遭受到歧視的問題 也是刪了 是不是 很多不一而足的 也都有些就是說 要美化這個 中國內地 中共的管治的問題 這個 有一部分 講述地方政府刪除了 官員 盲目追求GDP 譬如現在 亂起那些 基建工程 或者是 那些 自己享受的 這個 賓館那些 他沒有的 全球化 全球化 刪除了 這個發展中國家 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 取代了原來講的中國 血汗工廠的漫畫 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很細的 管得很嚴 好死 是吧 這個 那怎樣呢 是吧 也都 將這個 刪除了每人 與生俱來 公民權利的活動 將那個 這個合法的字 是加了下去 是吧 其實那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 反過來講 如果每一個人 與生俱來的 公民權利 受到法例限制的時候 即是說 那個法例一定 如果那個憲法 真是保障人民 與生俱來的權利的話 就是那個法例有問題 如果那個憲法 是刪除了 這個與生俱來的 權利的保障 而令到法例可以壓制這些權利的時候 就是因為憲法錯了 是吧 所以你加個合法 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就是 是不合法 這個就是所謂 rule by law 就是說 是法例講 不是人民去講 不是人民制定法例 去保障自己的權利 和限制政府的權力 而是由某一部分人 去制定了法例 去令到自己可以濫權 和限制人民的自由 那這些概念 自然不可以講 這些這樣的事情 刺隔八年 由一個 我們反對那個所謂國民教育 現在呢 可以用愛國教育 去做事 其實都是跟這個 國安法有關的 大家 國安法不只是去罰人的 不是說只是困你的 它是困你的權利也可以 是吧 國安法第九條 就是什麼呢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 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 第四 第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該通過學校 社會團體 媒體 網絡等展開 國家安全教育 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 就是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就是講到明可以做 有什麼可以執行呢 那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 雖然一手就是硬刀子 一手就是軟刀子 一手就是把你一個人混入監獄 另一手就是你不在監獄裡面都不要緊 在外面都有大監獄 因為你在外面很多的自由都沒有了 或者你會因為行使你的權利和去 運用你的自由的時候 你可能會去到一個世監獄 就是大小任你選擇 所以大家要看到就是這個國安法 一旦是成立了之後 必然是後患無窮的了 你看兩宗就知道了 第三宗你看看黎智英也是 被人抓了之後 然後就凍結了它五千萬的財產 其實這個都是因為有國安法的介入 令到這個所謂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有權力 也都令到警隊裡面的所謂國安隊可以行使的權力 在這個新的法例底下 在這個所謂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實行細則裡面也都規定了 由律政司可以委任不同的人 有些就是局長 有些就是警司已經可以涉聽 也可以侵犯你和律師之間的司法保密權 全部都沒有了 拿錢就很簡單 律政司叫局長做就可以了 局長說如果你那些錢 可能涉及因為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勾結外國勢力而得到你的 或者你去運用的都可以凍結 那麽就凍結了五千萬 所以說這個國安惡法真是板板聲的 好了 講完這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國安法底下 這個香港人呢 現在的處境 就會講到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噢 虛流的問題 因為其實整件事 為什麽會搞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有了國安法之後 是好像頭上一把刀 令到大家在行使自己的應該有權利裏面 是受到限制 而也都因為這樣 這個共產黨為了在國安法通過之後 沒多久會舉行的選舉裏面 怕著輸到一敗塗地 就變了大家去投票反對國安惡法 或者是因為覺得 如果輸到一敗塗地的時候 如果有了35家這個運動的時候 就很頭痛 所以就 終於是用雙DQ 不單止DQ 這個候選人也DQ了選舉 現在大家呢 就因為這個 人大 這個常委做了一個決定 延遲選舉一年 也都相應了 既然間是延遲選舉一年 那怎麽解決呢 就是將原來 原來在2016年至2020年 是做立法會議員的 所有議員的任期延長一年 就產生了這個去留的爭論 大家爭論了很久 我們都講過很多次 今天就有兩樣東西 第一個呢 大家看到那個民調的發表了 這個就是由這個 這個香港民意研究中心做的 這個民調當然是初次提升來的 是不是 即是沒有人是曾經 就這件事 煞有介事 做這個這樣的民調 公佈了個結果 但這個結果呢 其實呢 人言人恕的 因為呢 在這個 不同的媒體都會有 不同的演繹 其中一個呢 就是 有很多媒體 包括《立場新聞》就講 就是民主派的支持者 是有20%支持留任 一半半的就是13% 反對的63% 不知道的就是3% 似乎是一面左右 那麼在非民主派的支持者裏面 基數是小很多的 就是 這個民主派的支持者就是 21,367個 而這個非民主派的基數 就是1,705個 那麼在那裏就不同了 支持的就是50 一半半就17 但是差不多了 反對的就是31 大家覺得很紛亂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是不是 那麼所以 你將民主派加非民主派 所以 合計就是 合計就是 支持的就是35% 就是支持這個 留任的 反對就是47% 中間就是15% 但是中間有一個 如果大家再看下去 就是一個叫做 電話調查結果 那個基數呢 就是 1012 這個叫做電話調查結果呢 其實 因為 在這個 香港的民調研究所裏面 原來 這一次的民調 是他們 一個行常性做的事情 這個民調是什麽呢 就是說 它是會 在網上 是叫一些人去登記 是幫手 就著不同的議題 去做這個投票的 那這些是要註冊 註冊了之後 他通知你說是投票了 那就投 那麼 那個問題呢 就是 這個這樣的 網上登記的呢 是因為它不是用 嚴格用這個 這個統計學 和用民調的嚴格的 做了不同的組別 不同的年齡組別 不同的 這個 教育程度 不同的 收入 這樣去做的 那所以 就是一班人 是響應 那所以其實 在某個程度上 那這班人呢 那個同質性是很大的 那所以 他們就有一個更正的機制 就是說用電話調查 結果就不是 去 這樣做的 是打電話 用回 這個 一般上面 做這個 民調的 方法 就是我們經常說 科學方法 取養的方法 是做的 所以 有兩個的 很特別 因為 那個 大家看到那個 結果相差這麼遠 所以 這個 這個 在香港 民意研究中心 都特別出現 出了一個 解釋的 它有十點的 這個 聲明有十點的 這個應該是梁啟智 其中一個 是負責 我剛才說的 香港 民意研究中心裏面 我剛才說 登記 在網上登記 去做這個 恆常性的 就不同議題的 這個民意調查 是從十七號做到二十號 是嗎 就是說 禮拜一做到禮拜三 公佈了 大家去做 就是收了些資料回來之後 他的 他的說法就是什麼 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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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來到這次立法會去滑流的調查 我們很快就知道 社會對這條題目特別關注 剛剛好 這次進行網上意見群組的同期也拿相同問題 作傳統 隨機電話訪問作為參考 由於打風的關係 電話訪問的進度 曾有輕微阻滯 幸好之後追換 我想特別指出 加入電話訪問的決定 與昨日個別政黨的相關宣示無關 事實上在他們 作出相關宣示的時候 電話訪問已經差不多做完了 這樣 講完這件事之後 第七 他就說 回到星期一 數據收集剛剛開始 出現了 以往沒有發生過的現象 不少網民以至政治人物 動員社會大眾登記成為 意見群組的成員 以即時回答 立法會去滑流的調查 由於群組成員的構成 因進行中的調查題目 本身而大幅改變 引起了坊間退期 結果代表性的疑問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 為了回應代表性的疑問 團隊決定公開同期進行 傳統隨機電話訪問的結果 由於隨機電話訪問的樣本基礎 不受政治動員的直接影響 可視為香港整體狀況的反應 至於網上意見群組的結果 在此特殊情況下 成為受政治動員影響的參照 其實我讀完之後說什麼呢 因為有個調查 就是我讀完這個民主派支持者 非民主派支持者 和兩者合計之後 他是有一個 所謂電話調查結果的 電話調查結果是什麼呢 不是你可以慢慢地去註冊做民意調查投票的 是用傳統的科學 分了不同的組別成份 大致上是可以用這個取樣調查 知道香港一般的民意的反應 這個電話調查結果的基數是1,012個 他那個做出來的結果 就和民主派支持者那一欄不同的 民主派支持者那一欄呢 就是支持留在這裡的20% 在電話調查結果 就是說一個科學異議上的這個民調 支持就是30% 就是多了17% 支持留任 一半半就差不多了 13對16 反對呢 就是說反對留任呢 就大幅減了去 由63減到41 很難說呢 就多了就有6% 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 這個電話調查結果 就是說 梁啟智說的 就是說一般來講 用科學取樣去做的呢 結果是反對和支持的差差4% 大家都知道民意調查 是會有這個誤差的 就算你家權也有誤差的 即使說很接近 就不像說大勝那樣的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說呢 不是我 就這樣說出來的 因為在這個 香港民意研究中心 裡面都有說的 就是說呢 它怎麼說呢 就是在這個調查樣本資料那裡 它就說了 次次網上調查 收到的總回應人數呢 是62846 扣除非合資格回應人次 即12歲以下 或非登記群組成員呢 就有20181個是這樣 即使說 就算回應了都沒有用的 重複回應樣本 不成功的個案就是 3654個 沒有完整 這樣完成問卷 或者回答個人資料的人呢 就有12,027個 最後成功的樣本就是 26,984個 就是這樣的 那個問題呢 它也有 講了另一個資料 就是說 過去一周 新登記的群組成員 是多了10930個 是非非尋常 突然間多了這麼多人 如果你將 民主派 的支持者 21367 減這個增增的10930 其實新增的 新登記的群組成員 差不多是民主派支持者 的一半 有一半是 趕快進去的 這個當然自然是 他們也覺得這個 可能就是 梁啟致說 是一個政治動員的 反應 就是說 在當 這個 禮拜五的時候 就說 上個禮拜五 我們可能做一個 這個 原本是 例行的 這個 民調的計劃裡面 加了一個 去留之後 你看到 是 有一個 不同的人 是 叫人家去登記 去表達 這個問題就是 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政治動員 就是說有些人 你快點去 如果你想表達意見 其實是合理的 你當然叫人去 但是問題 如果一個民意調查 有些人不知道 或者不知道 有這件事 或者不是及時的話 就會 表達不到意見 無論你是民主派 還是不是民主派 所以在電話調查 結果和 這個民主派支持者 才有這麼大的 落差 是不是 所以這個問題 就很明顯 這一次的 我現在講的 這個民調的結果 是一個初次提升 是第一次的 現在的問題 就在於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這一次的 由這個香港民調 順手做的調查 產生了這樣的問題之後 我相信如果 做一個更加大型 更加全面的民主調查的時候 大家是要更加考慮到那個民調的科學性 和這個採樣的嚴謹性 是吧 這個因為現在要解決所謂去留的問題 現在大家又做不到公投了 那就依賴這個民意調查 如果民意調查這麼重要的時候 即是無論誰都好 如果說同意用民意調查來做一個 所謂有約束力的 投票的反應的話 即是民意的反應的話 大家真的要坐下慢慢 談一下怎樣去做好一個這樣的 民意調查 就不是用這個政治動員 是吧 因為上個星期五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有這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 朱凱迪在星期天就寫了一個帖 就說他認為他改變意見了 應該是走了 然後就整個政治動員出現了 是吧 我覺得政治動員是合理的 但是政治動員去影響民調 是不是失去了那個民調的本身 那個科學性 這個大家要考慮 是吧 好了 大家可能說 如果民調不行 有什麼出路 當然有出路 那就公投了 大家做過的 61萬個人出來投票 小弟就在初選輸了 很簡單 這個初選做到 公投做不做到 公投一定做不到 因為在限聚令下怎麼做呢 如果大家覺得要訴諸人民的時候 因為有那個人民授權的問題的時候 那就說如果沒有人民授權 就不要留在立法會的時候 所以用這個說法就是說 要認為有人民授權才可以留在立法會的人 那其實應該是和充共者一起去做公投 就是說 第一件事就是說 大家去做公投 那做公投什麼時候做呢 是不是做呢 大家都覺得沒有授權是不行的 那是不是九月六號做呢 那就是投票日來的 根本就是投票日來的 是不是 是不是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這個也揭開了另外一個的 鋪蓋就是說 當大家在說說沒有民意的授權 不要留在立法會那裡獻勢 不要縱容這個人大可以去延任那個立法會一年 變成一個所謂臨立會2.0的時候 那大家用什麼方法呢 是不是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如果大家覺得走是很重要的 那先走了去表達香港的民意 或者是引起國際的關注 那最後打鐵都要本身硬的嘛 那如果你退出這個議會的抗爭這個陣地的時候 你會不會是加強了這個街頭抗爭的 佔領這個陣地呢 如果是的時候怎麼做呢 又或者是反過來 如果那個民調是覺得要留的時候 那要留的如果說真的要留了 那留的人又繼續在裡面做什麼呢 還有外面的街頭抗爭 這個所謂的國際線怎麼配合呢 那其實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新的mandaid的問題 就是說呢 無論你是留還是不留 在這個立法會這個會期延長一年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是不是 我都再講一次 如果你說二十多人留在這個議會裡面 留是這個不合憲 沒有人民的授權的時候 要他走的時候 就算他走了 那那四十多人要開會 又不是合憲的呢 是不是就是因為我們離開了就可以不理他呢 那如果我們覺得是要抗爭的時候 是不是離開了就等於抗爭了呢 如果不是的時候 那這樣怎麼恢復那個街頭的抗爭呢 要恢復那個街頭抗爭裡面 是不是要想一下 怎麼樣阻止這個不義的議會開會呢 如果要阻止它的時候 是不是要想一下 怎樣令更加多香港人出錢出力 去做一個大規模的公運不服從呢 的運動呢 或者各遍地開花的不服從運動呢 比如現在三把 這個是不是一個務捐去 組織一個新的香港人議會呢 這個香港人議會到底那個mandate 怎麼拿回來呢 因為經常講授權嘛 那這些全部都是要我們去想的 是不是 就是等於當這個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是禁止黑人投票的時候 那你這個南非的人 就會組織這個ANC 非洲人國民大會 或者這個甘地在印度的時候 有殖民地統治 那他都會組織一個國大黨的嘛 這個國大黨 其實說來講就是召開國民大會黨的嘛 就是說我不會成為你一個殖民地的政府 我們要召開國民大會 這個國民大會還沒召開之前 這個國大黨就是那個核心 也都是會產生了另類的權力中心 所以我看了周嘉誠和林卓廷那個辯論 其實你不斷說這個過去的民主派在裏面做得不好 我覺得如果假設我們覺得 在今天三大戰線不可廢之下 假設有人會留在這裏的時候 那怎麼做呢 這個mandaid是有了 就算說留了 那你都要 不是說有了mandaid是可以亂做的 中間我們怎樣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形成一個雙重的權力的中心 就是說香港人看到這邊才對 要看到你要有事情做 怎樣怎樣去 在我們現在處於這個一年之內 林鄭月娥會大量地利用那個 她控制的政府和這個 延遲的立法會去做大量的事情 如果我們是籌用這個權貴 為共產黨做更加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呢 這個一定要考慮 就不只是去留的問題 就是說主張去的人一定要想 去了之後怎麼搞 主張留的人也都要說 就是說如果我留在這裏 我們怎麼跟外面的人結合 是不是 那你兩者搞定才有所謂外交戰線 是不是 就是打鐵本身 這個打鐵本身都要硬 是不是 你亂摸摸的怎麼打鐵呢 所以我覺得初次提升 其實揭開了一個煲蓋 就是說民調怎麼做呢 你看回我講的話 第二就是說 雙方是不是真的 在一個新的高足建議的基礎上面 看到三十五家運動 如果在一年之後 還有機會去參選的時候 怎麼去做呢 那這個就講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講了很多次 即使是在六十一萬人裏面 拿到新的授權的人裏面 我們講數人 那數人本身是佔一半的 現在天天在講 留不留那幫人 他還有一半 用一半的票數 投給他們 就是在那六十一萬人裏面 如果大家現在因為一個策略的問題 不是去商討怎麼做 而是去互相罵 就是說 變成一個道德的問題 變成一個人格的問題 變成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 不是說從策略去考慮 策略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怎樣在現在的基礎 去令到我們的力量不停增強 令到那個強弱的關係轉變 我們越來越強 或者我們由弱轉強 那一定要討論 三十五加是不是搞 是不是 如果搞的時候 是怎麼搞 如果三十五加要繼續搞的時候 那我們都要搞一個政治倫理 就是說如果這個 這個延任一年是由人大安排的 將來那個不義的議會 其實都是不義的 那麼問題就是說 三十五加要參加這個 功能團體選舉才達到的 那一定會有一個授權的問題 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 不去拆清楚這些政治論述和策略之下的關係 而是 只是講這個 現在這一刻是去留的問題 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即是說 就算我們在那個民調裏面 是找到一個多或少 但是民調本身如果太接近的時候 又怎樣決定呢 如果民調太接近的時候 是不是為我們做了一個 洩機就是說不同的人可以坐在一起呢 是談一下 在國安法底下 我們受到這麼大的迫害 壓迫的底下 怎樣在未來的一年 是能夠重拾 這個 我們的軌跡 加強政治互信 而不是這個政治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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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 想一想這個問題 那麼我今天講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大家記住 這個 上傳分享 和大家要 如果看完之後給我一些意見 也都希望大家捐錢給這個社民連 大家都知道這個社民連 因為我沒有做議員之後 沒有了議員的收入 也都因為 現在這個疫情的影響 我們沒有辦法和大家在街頭相見 也都沒有辦法去做我們街頭的宣傳 和動員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以前是在街頭看到我們 幫助我們的 或者是在這個大型的活動裡面看到 幫助我們的 今天大家可能要變一變 就是用月捐也好 用一筆個捐也好 希望大家能夠捐款撐這個社民連 如果大家希望我的東西多些給別人看 那大家要上傳分享 多謝大家